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宫开课 这次来聊一下蒙古入侵日本的故事 为什么忽然想说这个呢 先来看个新闻 2022年10月1日 日本放纵协会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NHK报导 在日本连仓时代 具体来说是1274年 元朝曾经派出大军侵略日本 日本称之为蒙古袭来事件 那时有艘蒙古战船沉没于长崎外海 现在日本把这艘船的一部分捞起来 新闻当中说啊 长崎县松普市打算靠群众募资凑钱 聘请专家完成整个打捞作业 以便厘清充满谜题的元寇事件 充满谜题 想想也是啊 这件事情有两个值得推销的地方 首先元朝第一次跑去打日本 是在1274年 那时南宋都还没有灭亡啊 就算蒙古大韩有侵略狂恶 但是战略计算历来都很精明啊 为什么眼前的南宋都还没搞定 就分散兵力去打海外岛国日本呢 日本当时对元朝又不构成什么威胁 这个角色是怎么产生的呢 再来 自陈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以来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在欧亚大陆上灭国无数 多少兵强马壮的大国都在蒙古铁骑面前折起成沙灰飞烟灭 然而就是小国日本奇迹般的挡住了元帝国的大规模攻击 还是两次 这又是为什么 这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通常在使用中文的网路历史爱好者群体当中啊 对古代日本军队的战斗力通常都没什么好评啊 我认识不少历史爱好者 一说起古代日军的战斗力 那就是恶平如潮啊 什么战术水准欠佳啦 什么武器装备低劣啦 人数又少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啊 就连15到16世纪那段持续100多年 规模最大战况最惨烈 名将最多 日本人最津津乐道的战国时代 在网络上也都闹了一个 什么村长泄斗的评价 何况元朝入京之时 面对的还是13世纪的日军啊 那时可还不是战国时代 而是比较和平的连仓幕府时代 当时的日本武士 还没历经后来的百年战国冲突磨练 和平时代的军队战斗力比较差之常事啊 但是就是这种等级的日军 却硬是两次挡住了蒙古大军的进攻 元朝的军队啊 尽管组成民族很多元 但是多半历经过多年的灭国大战 无论是自家精锐 还是收编来的响兵 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兵啊 这怎么解释呢 难道真的是靠什么神风撑腰吗 这一次我们就来完整聊聊这段历史 对了 我开始构思之后才发现啊 这个故事有点分量 一次说不完 所以我答案分成上下两集 上集交代战争背景与双方实力 下集则描述战争过程跟历史影响 这次我们就先说前者 要从哪里谈起呢 先从发动战争的忽必烈说起好了 说起元氏族忽必烈 大家都听说过 元朝的开国皇帝啊谁能不认识呢 可是如果接着问忽必烈是怎么建立元朝的 比起历史上跟他同等级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甚至是之后的朱元璋努尔哈士 忽必烈的起家故事就显得比较陌生了 所以我们先从这里谈起 先说好这可不是差题啊 忽必烈登上帝位的过程 跟他决定要进攻日本是有密切关系的 让我们把时间点调回到1259年8月11日 这一天用日本历史学者三三正名的话来说 是改变历史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第四代蒙古大汗蒙哥在这一天驾崩 关于蒙哥的死有很多种说法 最多人相信的是在战争中受伤不至身亡 具体来说是被南宋军的投石机打中 六天之后伤中而亡 这种说法同时建于西方世界快智人口的马可波罗游记 以及明朝万历年间当地官府堪行的官修地方制 河州制 可信度相当高啊 后世学者多半同意这种观点 不过蒙古一方的记载多半主张病死 基本上就是不太愿意承认南宋军的战功啊 但是不管死因如何众说分于蒙哥的驾崩总是事实 而这件事影响超乎想象的深远 这样说吧 蒙哥是大蒙古国分裂之前最后一个受到普遍承认 而且能够直接统治整个帝国的大汗 也就是说从他驾崩这一天起 大蒙古国就走向分崩离析不可往回了 当时蒙古势力正在巅峰 这一分裂同时牵动了欧亚大陆上众多国家的命运 我们讲最重要的两个 一消息传开后军心动摇 序列物紧急带着主力东侧要回老家去争夺大汗的宝座 他这一走攻打埃及可就没戏了 伊斯兰世界全村的最后希望 埃及的马布鲁克军团一反攻 号称无敌的蒙古西征军团崩溃 此后再无蒙古西征 可以说蒙古人向西方的疯狂扩张旅程 就在这一天宣告结束 二 蒙哥的两个弟弟开始内讧 乌碧列与阿里布哥爆发争夺韩卫的内战 这场内战最终导致大蒙古国的分裂 而这次分裂促成了元朝的建立 为什么影响会这么大呢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境吧 第四代蒙古大汗蒙哥拥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 所以在蒙哥时代大蒙古国内部的各大势力都很安分 但是蒙哥的猝死改变了这一切 蒙哥并没有指定继承人 所以蒙哥的几个弟弟们 一下子都自我感觉良好了起来 认为大汗之位舍我其谁 那么有意争夺大汗宝座的有哪些人呢 蒙哥是拖雷的敌赏子 十一个兄弟当中的大哥 剩下三个最有实力的争夺者 都是蒙哥的同母弟弟 排行老四的忽必烈 排行老六的序列物 排行老七的阿里不哥 这三语蒙哥都是拖雷的大老婆 梭鲁和铁尼所生 毕竟一母所生大哥就是大哥 大哥在的时候 但是都没话说 如今大哥骤然驾崩 那各自的小算盘就都打起来了 那此时的这三兄弟分别在什么地方呢 先说忽必烈 当蒙哥在与南宋的激战中驾崩之时 忽必烈正在进攻南宋的襄阳城 此时是蒙古灭宋战争第二阶段的尾声 这场灭国大战打了45年 蒙哥阵亡时已经打了25年 后面还有得打 大概还有20年 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这场灭宋大战吧 这场长达45年的战役 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蒙哥的养父 沃阔台韩开启 打了6年 最后因为沃阔台韩驾崩而结束 此后双方维持了20年的休战 主要是因为蒙古高层忙着内部权力斗争 暂时放过了南宋 第二阶段则在1256年夏天开启 主导者就是蒙哥 他以南宋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 结束20年休战期 再度对南宋动刀 这一次蒙哥打算一举吞并南宋 拿出来的是灭国籍的大战略 蒙哥布置东西两路大军进攻 蒙哥亲率西路军进攻四川 并派忽必烈为东陆军统帅 负责从河南一线南下湖北 这意味着忽必烈要正面强攻襄阳返城一线 这是南宋最坚固的防线 1259年9月忽必烈正在蒙攻襄阳的时候 蒙哥驾崩的消息传来了 于是忽必烈紧急与南宋议和 回老家争夺大汗宝座去了 这趟南宋延长了十多年的寿命 这是东亚战线上的忽必烈 然后我们转过头来说说序列物 此时序列物正在指挥蒙古的第三次牺牲 这次的牺牲开启于1252年 那时蒙哥命令序列物牺牲 目标是西南亚的伊斯兰世界各国 蒙哥在序列物出征之前 嘱托他 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的尽头 所有人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 对于顺从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 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 后来事实证明了 序列物重点执行了这项指示的最后部分 根据蒙哥汗的命令 序列物带走了整个蒙古大军的五分之一 向西出发去征服那些不服从大汗命令的穆斯林 战果大概是这样子的 征服波斯人消灭阿萨新派 就是那个有名的暗杀组织啊 征服阿拉伯人终结了阿拉伯帝国 这个很有名就不介绍了 征服库尔德人终结埃尤布王朝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撒拉丁的祖国啊 总之六年之间 序列物冰封所指 摩斯林兵败如山倒 蒙古大军摧毁了伊斯兰世界的两大重镇 巴格达和大马士革 请注意啊 是字面意义上的摧毁 此时伊斯兰国家当中 还拿了上台面的只剩下埃及的马布鲁克王朝啦 当然啦 蒙古人并不准备让他们幸存 修整完毕之后 序列物率领大军 从利凡特地区南下 准备越过沙漠进攻埃及 正在此时蒙哥的死讯传来 序列物立刻决定赶回蒙古老家 当然啦 他可不是回去奔丧的 他是要回去争夺大汗之味的 所以序列物必须带回主力部队 不然还怎么争夺啊 这里我们稍微拓展一下 想想What if模式吧 推敲当时双方的实力 如果蒙哥不死 蒙古人就此灭绝伊斯兰文明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序列物带走了主力部队 只留下大将 赶勒布花继续征战 这改变了战争的结果 虽然没有任何详细记录能告诉我们 赶勒布到底留给赶勒布花多少部队 但是根据后世学者的推测 应该不超过两三万人这个规模 于是马布鲁科大军趁机北上 在耶路撒冷北部的阿因扎鲁特平原打败蒙古军 杀死的却得不慌 蒙古第三次牺牲就此宣告结束 也就是说蒙哥驾崩让伊斯兰世界重获新生啊 这是西亚战线上的序列物 最后我们来说说小弟阿里伯哥 此时阿里伯哥在哪里呢 他年纪最小所以还在老家负责看家 比起南征的忽必烈与西征的序列物 不可从哪个角度来看 阿里伯哥都是四兄弟当中最没有竞争力的 那么他是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哥哥竞争大喊宝座呢 恰恰相反 如果按照蒙古传统的继承规则 阿里伯哥才是最顺理成章的继承人 什么继承规则 幼子手造 这是游牧渔猎民族的传统 你如果看看蒙古跟女真族早期的历史 会发现这是个很常见的做法 比如曾经四汗死后大喊直属部队就归了小儿子拖雷 还有如果他是死后直属了两支黄旗部队 就交给了阿继格、多尔滚、多夺三个小儿子 这跟古代汉民族四位天经地义的狄章子继承制度刚好完全相反 狄章子继承制度的逻辑 我们在不久前的中国古代政治密码中谈过 那为什么游牧渔猎民族会产生这种完全相反的制度呢 理由是这样子 汉民族是农耕民族土地就是财富 为了确保土地所有权不喜欢迁居啊 往往世代同居共财形成大家族 而这种亲属关系复杂的大家族 需要建立一套家父长制的权威体系 才能维持各房亲戚至少表面上的和谐 所以自然的会产生狄章子负责家族事务的规则 其他各房再怎么样有本事也不能逾越本分 否则会破坏家族共有的最大利益被所有宗族亲属排斥 反之游牧民族则不同 游牧民族的生活是足水草而居 土地不重要重要是牲畜与草场 但是每一块草场能负担的牲畜数量有极限 所以家庭成员越是增加 迁徙游牧寻找草场的需求就越强 久久之就形成了 每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 就得带着自己的牲畜离开老家自立门户的传统 所以在草原上大家庭制度很少见 小家庭制度才是主流 按照这种生活模式 当父母老迈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 留在他们身边照料他们的往往就是最小的儿子 因为前面的大哥二哥都已经离家远行了 由于幼子承担了赡养老父母的义务 所以父母死后遗产往往就由他来继承 这个就叫做幼子手造 所谓的造就是蒙古包里的炉造 带死家族财产 这是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 大哥二哥如果回家争夺小弟的家产 往往会被人看不起 无法在部落中立足啊 所以通常没人会挑战这个传统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想 嗯听起来蛮合理的 但是这是草原上的穷苦牧民分家产的逻辑 怎么能拿来决定整个帝国的继承权呢 这也太儿戏了吧 的确是有点儿戏啊 但是蒙古帝国的扩张太快了 短短三代人就扩张成了地跨欧亚的庞然大物 所以蒙古贵族们虽然靠着抢劫与收税 过上了锦衣玉职的帝国统治阶级生活 但是脑子里的观念还留在部落时代啊 这些守旧的蒙古贵族就是忽必烈与序列物想继位的最大障碍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序列物 都远比阿里布哥适合担任下一代的蒙古大汉 可是无奈脑子里的观念一下子改不过来啊 所以争端就开始了 此时阿里布哥奉命留守蒙古首都哈拉荷林 这就是妥妥的幼子手造模式啊 所以阿里布哥顺理承张的要求 按照传统由我继承蒙哥的大汉之位 那么有人支持他吗 非常的有 当时的蒙古四代韩国当中 除了序列物的伊尔韩国之外 其他三个都是支持阿里布哥的 没办法祖宗传统不可为啊 但是忽必烈长期跟南方的汉文明接触 他的思想已经被改造过了 他可不想遵守这种草原时代的老传统 在蒙古帝国当中 有不少人也认同忽必烈的做法 所以忽必烈和阿里布哥各有一派人支持 两人分别被选为大汉 这其实是蒙古帝国迅速膨胀之后的必然趋势啊 首旧派与改革派渐行渐远的争端 借着这一次大汉继承权之争要表面化了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内战显然是不可避免 这场内战不是我们要聊的主题 所以过程我就简单带过了 最终忽必烈获得序列物的支持 打败了阿里布哥 但是胜利的代价是 蒙古帝国从此分崩离析 此后庞大领土被神奇思汗的不同后裔所分割 形成了几个独立的汉国 彼此互不同属 所以元朝时期 中国领土包括四大汉国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此后忽必烈建立了原帝国越来越不像原来的大蒙古国了 但是原帝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统中国王朝 因为统治的时间太短 统治者文化又太落后 元朝的文明程度别说是对比文明高度发达难送 就算是比起刚刚被消灭的经国也有所不如 众所周知 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天下 再马上争锋 那的确没有人是蒙古人的对手 但是一旦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那就得非心建立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了 否则要治理中原乃至江南的数千万汉族人 那谈何容易啊 这就是忽必烈的挑战 在击败了弟弟阿里布哥之后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有众多汉人谋臣的忽必烈 当然理解这一点 建国初期他的一系列座围都围绕了这一点展开 作为后备毒死者 你得看懂了这一处关节 才能明白忽必烈到底在干什么 不管是耗费拒之 命令刘炳中兴建中都城 还是参考易经 把蒙古国号改成大元 都是刻意要建立统治的合法性 想要在和平到来之后 创造出可长可久的政权 可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即使采取了许多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治国理念 忽必烈跟他的原帝国 依旧是两面不讨好 他再怎么高举儒家的易经 他的原帝国跟南宋还是不能比的 数千万汉人的眼光 还是看向南方的 更糟糕的是 忽必烈不怎么合法的上台姿势 以及刻意向汉文化倾斜的政策 都让他的基本盘 蒙古部落贵族武士们对他充满了疑虑 这可不是小事 一个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两面落空 让刚刚建立起来政权土崩瓦解 类似的两面不是人窘境 在五湖十六国时代所在都有 弄不好一场败仗就能倾覆政权 忽必烈那些熟读汉人史书的谋士 不可能不频繁提出警告 那该怎么办呢 自古以来转移内部压力的最好方式 就是对外扩张 没有之一 忽必烈算盘一打 的确是这样 对蒙古贵族武士来说 崇拜强者是最原始的情绪 说什么得位不正 说什么违反传统 难道铁木针当成绩是靠传统 难道铁木针得位很正吗 只要你是强者 蒙古人就服你 哪来那么多废话 有意思的是 对汉人来说 这个逻辑也成立 按照华夏文明的传统 万国来朝四海归顺 才是盛世象征 之前的大汉大唐无不如此 无奈造诵 有钱是有钱 战斗力上不了台面 两宋320年 威风的时间还不到20年 别说什么万国来朝了 各种岁壁岁次的金钱 外交倒是没少给 文人士大夫领高兴想后路 嘴巴上是不说啊 但是有几个真的觉得 宋朝很伟大光荣正确的 如果忽必烈能打出个 更大的局面来 那么成为华夏的新政统 并非不可能啊 这里我插一句题外话 400多年后的清朝 也碰上了类似局面 然后康庸前三朝 一百多年之间 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通通入列 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中亚一带 也维持着几十个蛮一小国 定期朝贡的局面 无论是达清还是大清 总之是让汉人很是风光的一阵 再然后晚清汉族大臣就言必称 我圣主高宗开疆万里如何如何 事实证明 华夏文明就吃这一套啊 想到这里忽必烈热血上涌 打必须打狠狠的打 但是要打哪里呢 我们帮忽必烈看一下地图吧 看看这张图你会发现啊 欧亚大陆虽然大 但是留给忽必烈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自成吉斯坦开始 蒙古人的征服持续了三代 俄罗斯草原 中亚 东欧 巴尔干 西亚的两河流域波斯 都已成蒙古四大汉国的领地 虽然现在大家皮笑肉不笑的 但是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蒙字啊 总不能像自己人动刀子吧 弄不好再出个海都第二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能留给忽必烈的 只有南宋跟东南亚 以及孤悬海外的日本 南宋自然是必须打 但是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 宋猛战争已经打了25年了 南宋是个南肯的大国 估计还得要一二十年才能收尾 这显然无法做了短期见效的指标啊 南宋都还没解决 东南亚就更别说了 那么算来算去 就只能向日本动刀了 何况根据忽必烈从汉帝跟朝鲜 听来的情报显示 岛国日本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金 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宝石和又大又圆 色泽如同蔷薇的珍珠 呃 我知道这些都是扯淡啊 当时的日本穷得要命 但是架不住当时的闲人众口塑精啊 君不见人不久之后 陈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把这些胡扯说的心事淡淡 总之日本就因此被怀弊其罪 成为了忽必烈征服目标当中的首选啊 那么又开打了吗 别急 大国有大国的国体 又不是山寨土匪 哪能一听说人家有钱又好欺负 就急吼吼的上门抢劫啊 先搞搞外交工作吧 援朝对日外交就此展开 忽必烈很在意这件事情 视为新政权的指标性任务 来看一下忽必烈的动作啊 内战刚刚结束阿里布格才刚刚兵败投降没多久 1266年初忽必烈就已经派出了使臣 使臣负责向罪恶小国日本宣读大韩诏书 诏书在这 日本人拿到之后仔细的保存了下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细看 总之内容是历代蒙古大韩的标准口气啊 服从或者灭亡 那么收到这份诏书的日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连昌幕府统治时期 什么是幕府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认真的谈古代日本 估计有些朋友对日本不熟悉 所以我来解释一下 幕府一词源自于中国 本义是大将出生时的藏幕 隐身解释就是大将军的幕僚 到了日本就变成了名义上拥戴天皇 实际上自己掌握实权的武士集团的代称 幕府的最高统治者叫真夷大将军 名义上是天皇麾下的最高级武士 但实际上这架空的天皇 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关于古代日本 我有收藏一套诗本的讲弹射日本史系列 读了多年觉得很有意思 等我有时间我们专门做个系列来谈谈吧 现在你只要知道 日本当时是由军事集团统治的就可以啦 这个时代日本武士群体 是代代相传的职业战斗集团 虽然武士绝对人数不多 顶多也就一两千 无法跟欧亚大陆各国洞杂几万几十万的军队规模相比 但是这些人可是今年累月训练出来的专业军人 他们平常不耕不知 一心一意磨练武艺和勇气 从小就开始刻苦练习 什么马上射箭 徒步射箭 武士刀 格斗技术等等杀人技巧 个别比较有追求的 还结合禅宗苦修来磨练自己的意志 动不动就绝食栽戒 冬天在雪地上光脚行军 一练就是几十年啊 日本人的这种刻苦锻炼传统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千日回风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 保证大开眼界 总之这些人不只是狠人 根本就是狼人 当时忽必烈派到日本的使臣 亲眼监视到这些人之后 我回来报告说 日本人的民风就是狠勇士杀 那么装备呢 科技不但是第一生产力 还是第一战斗力啊 就算人的体能好一点 贫穷落后的日本能凑齐什么好装备呢 你还别这么想 虽然当时日本人比较贫穷 衣食住行都很拮据 但是武器装备还真的很上得了台面 和征战万里的蒙古骑兵 或者宋朝武装士兵相比 日本武士从武艺到兵器盔甲 都略战上风 比如说今天我们熟悉的那种 刀身细长弯曲锋利的武士刀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还有这个时代的武士铠甲 也从之前简单的短甲 变成了防护严密 富力弹簧的大铠 一副完整的大铠 重量接近30公斤 以竹木跟铁等复合材料制成 防护力超群 这种装备 穿在数十年锻炼出来的体魄上 一言以蔽之 在冷兵器时代 你很难找到比这伙人更能打的战士 直到这些细节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日本幕府对蒙古大韩的恐吓 那么无动于衷了 毕竟你家里养着几千上万名这种家伙 你还怕打架吗 总之从1266年到127年 忽必烈几次排遣使臣到日本 要求幕府对大员称臣 但都没有下文 其中当然有朝鲜高丽王朝政权 害怕惹祸上升 从中作梗的因素 但是日本不害怕战争也是事实 不过日本不害怕战争 难道蒙古大韩会害怕吗 1274年10月 持续了耐心的忽必烈 派出了庞大的远征军 根据日本学者族内荣喜的考证 这支大军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三百人 在朝鲜河补港集结 准备渡海远征日本 这是蒙古人 汉人和朝鲜人混编的部队 大小舰船有九百多艘 考虑到这支13世纪的跨海登陆作战 这个规模不能说是绝后 但至少是空前 但是人多是多 战斗力就差点意思 主要的理由是 忽必烈可没看过 我刚刚说的那些日本资料 蒙古大韩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 估计有误 所以派出来的三组联军 有点杂牌 因为当时元朝还在跟南宋交战 不能真的出动主力部队远征 所以派出来的金瑞蒙古武士兵不多 而朝鲜士兵的战斗力嘛 也就是那样 大家都懂的都懂 所以主力就是汉人部队啦 问题是这支汉人部队 原本是南宋襄阳首将 吕文焕手下的降兵 战斗力本来也不算差 能打住蒙古大军多年冲击的战斗力 还是很可以的 但是这些人投降了之后呢 被拆散混编 失去了熟悉的指挥体系 内心正在忐忑不安 就被派去跨海远征 难免世纪上会受点影响 对照后来的战况 这是决定战果的关键 那日本这边呢 刚好相反 蒙古人的多次外交恐吓 早就让日本人上上下下都明白 战争不可避免啦 虽然当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可以动员 但是连昌幕府倒真的是上下一心啊 从幕府高层的角度来看 几万援军当然不可能完全征服日本 但是一旦被援军站住脚跟 就有可能搞政治作战 重新扶植天皇 作为统治日本的代理人 所以万万不能让蒙古人站稳脚跟啊 几年来早就在立兵末嘛 那么作为战争主力的下级武士呢 战意满满啊 为什么 因为这伙人虽然很能打 但是太穷了 日本多年和平沉淀出来的世袭体制 让这些下级武士毫无晋升的希望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战争机会 这可是身宽发财的契机啊 只要上战场立了战功 就可以领到土地财务等赏赐 反正穷苦而至之过得也是受罪 那不如上战场拼杀一战吧 所以各地武士一听说即将开战 据说都是群情激昂纷纷请战 历史的真实就是这么荒谬啊 按理来说 说到这里 接下来就该交代实际战况了 但是考虑到每一集不能太长 免得各位朋友看得太累 所以只好忍痛留到下回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会员朋友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本节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